好的主播可以看到在墾丁龙盘草原现场这里除了风很大之外还飘起了细雨 而民众也穿起了雨衣 但是这是今年2023年本岛原蛋原本可以看到地道曙光的地点 但是随着天气不佳的关系又看到机会几乎是零了 但是现场民众还是不放弃坚持要在现场等到天亮 而今天在墾丁日出时间预计是在今天早上的6点35分会出现 而现场也安排了古镇表演 虽然可能看不到 但是表演还是持续的在景观区这边来进行演出 而在今年原蛋没有看到曙光 但是还是能够跟民众迎接新的一年 墾丁龙处也提醒在原蛋凌晨0点开始 一直到早上9点才26线的鹅软鼻道风吹 满收的这个借牌这边将会进行交通管制 有两处的接驳车 而散场的时候呢 也因为过去时常有民众调到这个石灰洞里 所以也特地的安装这个警示灯 还有圈绳化出安全区域 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脚步安全里长 以上直播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